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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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平鞠躬挥手致意 高雄市第六选区立委当选人黄杰 一早带着海沙哑的声音 展开马拉松式 车队扫街 首站立委就顺利进军国会 这一仗只花了他70天 顺利突破重围 我们接下来也会安排很多情谊的行程 倾听地方上的声音 年仅30岁 林维寿命 接棒赵天琳来参选 最终拿下超过十一万票 大胜国民党对手陈梅雅 将近两万票 接棒成功 他有道不敬的感谢 很多人会觉得说 30岁会不会太年轻 陈其邁市长也打电话 跟我祝贺之外 也跟我说 因为他其实他当立委的时候 也是30岁 那他觉得30岁不多不少 是一个充满拼劲 充满干劲的年纪 而民进党这一仗 放手的更艰辛的在左南区 最后封关之后 大概左南区有稍微落后 所以这一区要胜选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 李柏伊对决国民党李梅珍 选前民调都还落后 开出十万八千多票成绩 只扫营李梅珍六千多票 陷胜过关 不敢抱着一定当选的心情 我在眷村就输了超过五千票 那靠我们所有其他地区的选民 这样一点一滴拼搏回来 绿营青全力抢救左南选区 惊贤手下了刘世芳的棒子 稳住立委全雷大 让高雄再度发行过海 华氏新闻 玉林荣浩北高雄报道 Hello大家好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